生个双胞胎 生个双胞胎本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 但是呢在美国的犹他州的一对夫妇啊 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他们生下来的双胞胎呢 共有一个器官包括大肠、膀胱、肝脏和肾脏 他们从身体躯干的胸、腹骨开始 面对面的往下相连在一起 两姐妹只有一个肝、一个肾 共有一部分大肠 并且只有一双腿和脚 这些就是我们在新闻电视俗称的连体婴儿 不过他们父母艾琳和杰克 在他们出生后一直处于一个选择困难纠结的时期 不管分体还是互分都面临着很多的风险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紧终而来 不过他们父母最终还是决定了手术 手术后两人只能够有一条腿和分享部分肝脏和肠脏 由于肾脏只有一个 只能让给姐姐肯连拉 没有肾脏的妹妹玛丽亚 只有妈妈捐赠肾给她 甚至有些医生直接言到应该直接放弃 连体婴儿活下来的机会太渺小了 手术太复杂了 不过他们的爸妈没有放弃 只要有一线机会都竭尽全力去做 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 两姐妹等到四岁时才动了分体手术 在爸妈的期盼下 医疗团队里的六位医生合力为两姐妹 动了史无前例的分体手术 结果幸运的是 历时26小时的手术过程竟然一切顺利 超乎了大家预期的成功 接下来的日子里 肯德拉和玛丽亚习惯了四年的连体婴时期 终于结束 他们开始挑战如何各自生活 最重要的是 他们各自只分到一条腿 一只脚 要如何面对单脚人生呢 其实啊 两姐妹为了能够靠单脚生活 吃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苦 他们必须要上附件客 装一只 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手术要面对 别忍受正常人无法忍受的疼痛和身体同事 但令人不解的是 两姐妹脸上一直保持着天真无邪的笑容 很少看到愁眉苦脸的忧郁 能得到如此幸福的欢笑 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他们的父母 为他们付出 小编也备受感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